DJ抓的B AQ Yeah 品格教育 你原來不安言 有來聽我 淡寶說我們常要猶豫很多選擇頭髮的長度或鞋子的顏色 但就像熊仔說的 溫馨無愧的抉擇就是我們所在追求的抉擇 所以我跟Tory一決定一夜結合 品格教育從來不像主流義務學舌 所以當學著捲擇變潛規則 我們寫下纖討奇聞要讓你們瞠目結舌 錯誤的選擇沒人能免得 變成白色恐怖或者血流程 何當錯誤的人選奮華成神格 連最平凡的小人物都能變得邪惡 所以我們批判不是為了污衊人格 為什麼我們罵謊案卻忽略柯文哲 誰是政客 誰有原則 為了向上提升 我們必須做出選擇 這是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 最難的路我們選擇繼續要去 把希望的種子撒下去 自由女神的火炬傳下去 品格教育 請你注意這是品格教育 不講誠實話就會活不下去 遭遇當饒舌歌手開始照樣道具 我們用歌詞當成割裂謊言的道具 有人說我們在撕裂族群 我想說的是我們只會唱中文 那who cares婦女 有人說我們假的淚像鱷魚 我們像被同媒K&T跟9.2K社區 如果你覺得台灣聽來聽去都無客群 那你就是我們潛在的客群 上一代的選擇已成定局嗎 我倒想問問看到你的政治犯成局 如果你怕了言人語和言語 你要怎樣扭轉看失望的結局 也許進天國之前必須現身度煉獄 那也許也許就不只是也許 這是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 最難的路我們選擇繼續要去 把希望的種子撒下去 自由女神的火炬傳下去 品格教育 這是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 最難的路我們選擇繼續要去 把希望的種子撒下去 自由女神的火炬傳下去 品格教育 如果你也曾為了台灣前途悲憤 到底是為什麼 你追問 我以前以為殖民的饒舌是屬於黑人 現在我每天寫先導奇聞也不怕梅梗 我也曾經相信和平崛起中國夢 相信台獨是消化鬧劇一場惡夢 長大才發現簡直不會成人 只會成人 為了讓下一代 不再把神棍當成神 所以我們選擇繼續推廣品格教育 從基層做起 我們選擇繼續下去 我會繼續頂住壓力 駕馭 Tory E的兜兵 繼續押韻 我們是否能從前車之間學到教訓 我們要打起精神還是繼續墮落下去 我們自編自導自演 再先導演一出鬧劇 誠實跟愛心是我們的道具 平革教育